十八世紀 因為工業革命 發明蒸汽機 國家的生產力不再跟人口成正比 從今年開始 因為人工智慧的出現 沒有辦法使用人工智慧的國家 在未來十年 那個生產力會輸掉 會很明顯的輸掉 所以你的確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在台灣 理論上是半導體工業很強的國家 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有三個要做 AI、IoT、Blockchain 這什麼意思 你知道 你知道我們如果中風 你知道 這一邊不會動 這一邊會動 你知道要怎麼做復健嗎 好手帶壞手 這什麼意思 你知道 我們要用我們的優點去拉動我們比較不強的項目 AI 人工智慧 你知道 在未來的幾年 會對人類的社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台灣政府必須花更大的力氣去投資AI 理論上你知道 我們在硬體有這麼大的成就 用我們硬體的優勢去帶動軟體是可以的 但是除了教育要改以外 還有一個最快的方法 把外國軟體比較成功的國家的人才直接吸進來 到不來的